台湾一直都是引致唯傲的台积电 也叫做世界没有它不行 不过看《纽约时报》那篇报导 原来它是水草不服 事源大家都知道 台积电为什么美国无故建工厂 因为特朗普时代邀请台积电公司 亚利桑那去研纳他们的生产线 承诺台湾的台式电 就是投资650亿美元 赚那么多就投资那么多 但问题是白登政府说 会有个芯片和科学的法案 会有资助66亿 其实是十分之一 但为什么经常说 一定要去美国本土生产 因为台湾太近大陆 恐怕有什么资助的话 台积电就被解放军接管 大事不好 但问题来了 原本就说 将间厂搬过去美国 就一样很文行 你台湾的生产线 能够做得多好呢 在美国起码也做不上下 起码8-5折好 为什么8-5折不行 原来他在这个採访中 这些高管里面就讨论过 原来有很多问题 第一件事不是资金问题 不是技术问题 唉 想都想到了 台湾人七十年代 去美国学习 去美国受评于一些大的工作 你差不多是用一个唐三藏 去取西京的谦信态度 去接受他们的训练和教育 回来就教化自己的所谓的 台湾人 你们的学生 事之为疑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定律 你叫美国人去台湾 接受你台式的管理训练 来做你台湾员工 遵守你台积电那些很苛刻的条款 这个真的是 书完胸打关斗了 十万八千里 他反过来 很可能的 等于打个比喻 那些人经常说 中俄之间很难合作 因为苏联很难 想想他五十年代是你老大哥 怎可能接受现在 你中国的领导 真的有这个意思 当然现在不要违和 大家也是中俄关系 但美国不是的 原来就是说 那些台湾人 你可以说他工作很勤奋 半夜三更打给这些员工 现在有事 麻烦你回来立刻做 我想台湾可能是可以的 香港都可以的 这些叫拼搏精神 喂 美国真的打架 我报警那次 大哥 他就投诉过这些 另外一方面 原来美国的学生 都很实际 什么叫实际呢 原来他们在美国这么大 因为只有很大小部分 很精英的中学 才是很强的 说一些什么叫精英学校 我读香港某间中文的名校 当时很多年前六十年代 我们直接和西雅图的一间中学 是可以大家有一个公司 我们去读书 就可以直接转过去读 那些公司叫做湖边中学 谁读的 Bill Gates 家学校是什么那么厉害 看Bill Gates 那些学校 他说为什么Bill Gates 可以学会做编程呢 这家学校有这个本事 去租一个电脑回来 给那些学生去学习 Bill Gates 我说是几十十岁 他的同年时代 是几十年代 我想是六十年代 叫做Lake Science School 我后来才发觉 那些学长才说 这家学校 我们当年 可以成绩好 可以去那里转校 如此类 所以我很记得这家学校 这家学校 你想想 七十年代 还是六十年代 自己可以有电脑 都不太先进 但是现在说 如果普遍来说 美国的大约是濕制到怎么 原来他们就好像 我们在香港那些 牢作的工作室 搞那些东西 烏尼玛叉 就是做木工 做金工 但现在问题 如果你现在要很先进 比如做STEM的学堂 你应该打造一个 叫做无层的工作室 你要模拟这些东西 高科技一定要做这些东西才行 你学下有些东西 因为不是 大佬像我们 拿着螺丝架 拿着木锤 和铁锤 都要打东西 整个脏脏脏脏 你怎么可能可以进去做高科技的大厂呢 现在开始了 当然他们都很有这个意识 现在开始一些学院 我想是高等学校 就搞自己的无层室 等于好像Bill Gates那时候 那些中学 原来未来 一例是电脑时代 那些中学 那些高等的中学 就去租部电脑回来 中学生 Bill Gates是中三 还是中四 都已经去学编程 已经去日日夜夜 就埋手起这个电脑工作 对吧 现在未来就不是说电脑 这个周围的电脑 你的手机就是电脑 现在是玩无层室的 这个半导体工程 就是需要一个很庞大的工作 你有这样的意识 不是穿件衣服 是这么简单 好像这些人 其实你要有一套的操作 但是他这些 原来很实际的话 美国有很多学生 都从来没见过这些工厂 就算他父母 想都没想过这些工厂做事 原来那些工厂 好像我们工馆 好像我们中山 那样 那就大件事了 那是阿里桑拿 怎样呢 你要训练那些学生 那就需要由头来过 打个比喻 就等于好像 如果你台湾台识 去美国建厂的话 你的心态 就好像我那时候 访问过 一个香港的商人 那样 你要重新教育 当地的工人 当地工人 卫生意识又没有 字又不懂 又没有纪律 和香港人的心态又不一样 那你要从头来过 但问题是 他们有质素的 你经过一段时间 他会变成你的很优秀的员工人 看着就这样看 所以就说 他水脑不服 其实我看出的看法 最大原因 就是说 那些精英 就不会服你的台式管理方法 是吧 我睡到两三点的时候 老板打给你说 现在有事 你回来搞搞 明天开不了公司 你猜我理不理你呢 如果我是美国人 如果我是台湾人 那就急了他 老板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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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实说我真的见过很多朋友 晚上多了 都不敢关机 即是他的WhatsApp 一直在说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和一些 一些一些 一些一些 一些义事的朋友 互相分享到群组 我們是夜鬼 没什么要做 也是互相传诉 另外一边 他不是在香港住 那一位是世渣 朋友就罵我,你不要叮叮噹噹,我开了个机会睡觉 其实有些人开了个电话,什么都不懂就要睡觉 他说他的公司都很严格,都是做IP的 他说到其实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但大部分美国人可能不是很接受 但问题是我们香港人都很接受的 不懂机会睡觉,随时有什么事情随时回答你 三点钟回答你,四点钟回答你,五点钟回答你 现在看奥运更加方便,大家都会睡觉 好了,高级的任服你的管理模式 基层的员工原来还像我那个年代 做劳作、工作室、金工、木工 这件事很难,台湾原来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任 美国是很精英的 普通你只可以去阿里桑南 你这些地方可能真的找不到 那你怎么说呢 即是你搬这个所谓台厂的模式去美国 既然没有经过收线熟练 而且我觉得不是一个生意 苹果和富士康的合法很好 由谈他们合作到找郑州做他们的代工工厂 都很好,如何去找人才,如何去训练 整个配合都很好 所以有几十万人跟苹果砌 相当成功,这是在中国发生了 但如果反过来说你台湾走到美国 那就出事了 纽约时报报道 我觉得上层又不得基层 或者美国好像差距很大 所以美国这个神话 其实是神话 不过真的是很尖端的那一部分 因为基因他们不是生意 不得说谈谈调色电去割育还武 为什么割育还武呢 台湾说自己很神奇 说自己这些芯片有多强 全世界是民主国家的一个共同性成长 就是用民主发展这个科技 其实不是的 这是美国的技术转移 美国的技术转移是70年代 当时美国是从这个 产业经济是转成为金融资本主义 很多时候很多技术转移到不同的地方 尚德国的地方 例如日本和韩国 但是亦都是互相为牵制 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背质 总而是将这些地方作为代工 作为他们的生产 他主要来说 美国控制什么呢 控制资本 控制你的公事局 控制你的专利 控制你的人才 所以基本上你们是买工仔 跟中国绝对不同 中国绝对是自主研发 所以你基本上 是不能够制裁得到他们 是吧 你只可以阻碍他们 但你不能叫他们 叫我们没有运行 但台积电真的没有运行 美国叫到你 为什么不做 割肉还没有 大佬 这个拿渣 要你切斧做回来 救回你母亲 大明远提 你不是莲藕化身 切掉你便是一件事 这就是华積田的处境 另外你问的是 《纽约时报》 讲到很精彩 他说为什么中国在技术 建立一些优势 原来中国现在的投入起研发 金额仍是比美国少 第二 但问题是 中国的专利和论文的成就很高 即是说他们这些优质的研究 成果是比美国高的 还有最重要是看基础 中国学生主义的STEM 包括华智的比例 是大大高于其他国家 STEM就是科学、数学、工程等 所谓的STEM的学额 这些是理工科 即是叫做理工科 所以如果他们是学生 是理工科的人 占多的话 你变成人才便多 那你做科研就好 你知道科研可以分到很小 你做了一个电池里面 可能需要几十个博士生 那你的博士生就一直 公关做一个领域 所以你是不是需要看到这些人才 他不是需要一些螺丝批 就是肯加班的工人 所以他们发觉到 原来中国是有原因的 当然举角之力 或者甚至说 你中国很多的东西是不公平 这些他们在礼拜会 帮你谈两句 不过就是 譬如像电池的工程 已经需要很多人才 因为STEM的学生多 在2000年以来 就为这些理工科学生 就增加了十倍以上 亦都是中国的研发激增 近十年就升了 十年就升了两倍 为什么呢 以前哪有钱呢 老实说 找谁去投资 现在就不是了 激增了 论文数字 在52个关系项目里面 中国的研究人员 就为广泛利用的文章 64项里面 52项都是我们主导佔余的 现在是新则生产 亦都提供 我们不再做一个世界工厂 但是还有很多人就说 不是啊 这个又很不公平 又说我们又很不变存 有很多这样的乘音 那么 新则生产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工业升级 就是简单 现在就是中国教育部的数据 中国大部分的数学科学工程 或者是农业的人 有四分三的 就是这个博士 全四分三是读这些科目的 相比之下 美国本科生和一半的博士生 就是只有五分一的美国本科生 是读STEM的 只有一半的博士生 是读这些所谓理工科和奴科 不知道大部分是什么 好像说 读经济或者其他政治 现在就是在整个论文里面 在电池技术的论文里面 65.5% 就是三成七成 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 美国只占了12% 所以你怎样说也好 什么产能过剩 什么都过剩 总之美国是和我们相差那么远 尤其是在新能源方面 就更加不成比例 很多时候 因为有国策史 一早就已经报复了 现在你追不上 你学生基本上 也就是 刚才所说的 什么毛层室 这些可能没见过 甚至没有 完全都不是那个生产 因为大部分都是 是基层的白人 或者是所谓的乡下人士 制造业励占中国经济百分之28 美国占百分之11 大部分主要是做金融的 所以整个国家不同 所以这次美国这篇文章 可以侧面讲大家一件事 大家知道 其实中国为什么会产能过剩 就是因为我们博力组 我们人才和科研 现在有成果 算是持平 总的来说 现在中国研发的比例 是2.6% 对占GDP 应该可以 或者是 慢慢会追上来 美国是3.4% 因为你要扔钱 扔钱 也需要你的赚钱 所以有一个循环 好了 最后都讲讲 今天就是 赛事就是这个 大家都很紧张 比如说很关心究竟 咦 会哪个赢 哪个赢 哪个赢 是中国和美国 昨晚 金牌丰收 我猜不到 现在就是39面的金牌 暂时领先过美国 这个数字会变动呢 今天还有变动 究竟最后会是怎样呢 就算差也不会差很远 究竟美国赢了美国输 这个没有水晶球 不知道 不过有人就做了一个水晶球 就说 我也看到 今次一直是美国 有很多时间是领先 金牌领先中国 一直有些人 就出一些文案出来 只要见到美国金牌 是领先 他就出一些文案 就说 这些是实力了 即是美国 不是像你中国那样 自己自开的 我们和美国相差很远 我们要反思 要承认人家的优秀 和文明作伴 才有更大发展 这些就是 美国赢的时候 就会弹出这些文案 如果 中国金牌多 又怎样说呢 金牌根本不是代表什么 我们好像西方国家那样 重视民生 享受体育 大来快乐 真正的文明 就是发达 大家开心这个体育 我们要包容民权 自由之上 所以为什么有这些文章 所以我早两天就讨论了一些人 我一直跟你说 这个奥运 需要重视一些政治因素 有些人就说 我们是要 体育要 什么 叫做 专注 我们一定要 不要讲政治 其实 今天我说 不要听什么 出来 可以证明给大家看 真的要不得 原来有些人问我 你的节奏 美国赢的时候 你看看别人 3亿人口 对你14亿 我是拿金牌 赢过你 是吧 我们做很多东西 学习美国 前代人说 我们做很多东西 学习美国 我们不可以 凭置自己的 中国式的元代化 这就是没有文化 这就叫做 没有体育自信 因为没有自信的人 教你下一代 也是没有自信 你去移民例外 你自己也没有自信 整个香港的士气 都是没有自信 所以有机会 应该要提醒一下 我们这个士气 不是就 喂 Thomas 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 叫做政治化 很街坊 其实街坊 街坊 不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实际上 你没有勇气 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你没有勇气 去提起自己的民族自信 没有勇气 提出自己的文化自信 你没有勇气 去提出自己的体育自信 你和容英台有什么分别呢 用文明说服你 是吧 这次不知道 这次究竟是否 美国金牌第一 证明了美国仍然是领先很多 3亿 是对14亿 美国是超烦烈性的 但其实 大家都知道 美国金界又露底了 现在多方面 中国官方也沉不住气 也不再 为你留下什么颜面 那你过往的劣迹 即好像我 我开赛之初 会批评一些 所谓的体育评议界 就不是跟你优秀 因为很多时候 你做很多的 所谓的专业的评论的时候 其实都下次要注意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体育精神 和一些不公平的竞赛的资料 都要搜集多一些 是吧 那也是作为一个体育科部 再说多一次 怎样可以说 整件事里面 事若无睹 在这个游泳 例如说 这么多的呼风雨 尤其是对着刘雨菲 没有人很有力 很清晰很清脆的反击 及至到后来 央视 官媒 出来我们才知道 原来很多东西 可以上网找到 就说 原来整个是一个药库 整个是80年代 都可以做这个兴奋劑 去提升体育 你敢说 才可以 你要教育我们 就只想看 我们香港都赢了 好东西 很肤浅 老实说 我再说一次 输我 不客气 很肤浅 是吧 那当然 肤浅 不是什么能力 那 提升 是吧 不断地提升自己 而且 首先自然不要那么 体育 体育 是 sport for sport 是吧 不是 我们 为什么 支持我们的国家 为什么国家 都拿到 这么多金牌 但是我们愈有 愈有 愈有 这个基于我们是中华的印度 经历我们的外国心 经历我们建立 文化指讯 对吧 从这个初心 那里 第一原理想起先 不是 看到 没有 看到 人家 兴奋西事件 我们都不要说了 我们都是 顾好自己算 甚至说 这些东西 不应该由那些 评论员来说的 你们 开麦的那些 什么自媒体 就乱说了 再一次 现在我就 再反击 是吧 整个 奥运会来说 这次真的唱出来 就是说 奥运政治化得很重要 奥运作弊化得很厉害 奥运变成这个正邪斗争 定了 定了 是吧 美国造成 这个世界的 反兴奋制机构 都是如是这样去反击 所以你下一届 真的要做多些功夫 不要说 哎呀 香港很棒 香港真的赢了 激励年轻人 激励年轻人 不及建立自己文化自信 和做好我们的国情教育 是吧 当然了 你有课程 做这个教育 我当然要讲我的意见 我讲我的意见的时候 当然要用我的形式 希望大家能留心印象 对不对 你以为我不会客气吗 不如说 说到这些话题的时候 真的需要 要辱紧小舍 你觉得 今次 美国赢了 我们继续对学习 还是中国 赢了 但是中国其实都是金牌之上 你不要再听这些 做这个折奏 其实有多一个变咒 就是说 我们就是 安心看体育 算了 我们不要理政治 这些其实一样是 一些被人带折奏 甚至是你想带我折奏 那些言论 对不对 下一届美国 经常都说 美国都很麻烦 因为是别人的主场 今次都搞到 现在大家都很不开心 面左左 我们揭去美国的那些 所谓兴奋激势件 甚至没有 整个美国原来的体育 是建基于医学 科技 都是赢的 你可以这么说 大家都面左左 下届会怎样呢 唉 没有水星球 不知道 最好一件事的话 我们就散开它 反正你搞反华 他们自己 美西方媒体都说 现在反华 就是 那个奥运会的气氛很强 而反华气氛 就因为这个 弱检事件 和兴奋激事件 这件事根本是放大的 那如果你说这个 美国和尚不需要自己反省 但是 好了 今次也是 奥运会完了 谁赢谁输都好 总结来说 美国就已经是 怎样呢 赢了一颗厂厂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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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后的运动员 就是 起码 在国内 不会变成什么超级英奥 他们的软实力 例如尼克逊 他们真的是教师爷 尼克逊真的教师爷 就说要 得战而胜 就要希望 培育到 中国的第五代 第六代人 是不相对自己的国家 对自己的国家 没有自信 而相信西方 今次没有了 巴黎奥运 上了我们一课 他叻唱我们 所以我叻唱大家 不要怪我 这件事 基本上 一些民族的声音 就是 关于民族正义的声音 关于这些 跃习的东西 你不大声说 你不 很夸张地去说 没有人 会 留意到你说话 还以为你在这里 都是普通陈述 其实真的很重要 体育 是关乎我们国家的文化 和体育自信 所以为什么我们 要看清楚 人家各方面的 所以 我们一定要维持 我们 普林匹克精神 和体育精神 我们中国 要做到最好 不是成绩 而是我们的精神 和我们的本质 我们的实力 这个是很重要 大家好 巴士迪布 除了在YouTube 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 都有视频看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如果有关订阅 或者是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制作内容 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迪布 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 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 多谢大家 希望》 扶你 第一个商品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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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